屏隆警方扫黑大油斩货 桌上满满犯罪工具 都是这次行动所查扣 配合警证署 从4月30号起至5月4号 执行全国同步扫黑行动专案 屏隆县共动员警力326人次 查获暴力犯罪集团4案22人 枪炮条例一案一人 查扣改造枪支两支 子弹27颗 散弹12颗 暴裂物一枚 刀械三支 暴力犯罪集团 经申请羁压获准两人成果封锁 动用警力数326人次 申请搜索票52张 在匾辖各地执行扫黑的行动 即逮捕5个犯罪集团 人员有27人 那经屏东申请屏东地检署 羁压两人 其中离港分局破获 以蔡新女子为首的暴力犯罪集团 因基于杀石丰厚利益 借机向多家杀石业者收取额外归费 如有不从及教唆手下 率众前往杀石业营运处所 砸损器具设备 并且恐吓缴交交归费 此外 屏东分局则查获 抹乡民代表会与新副主席 障地方民意势力 率众以恐吓方式 胁迫向水利署和川局 所合法乘租的被害人 不得再继续耕作 如要耕种则必须要缴付金钱 以作为补偿 如有不从则是以暴力屈从 然后于姓相当会副主席 主要是以农民像水利局 所租的农田的话 那他合法乘租的人 必须要缴付 如果继续耕作的话 必须缴付相关的租金 补偿金来等等 所以使这个合法的农民 像河川局诸售的农地的 他以微迫的手段 需要缴相关的部法的费用 这些部法集团犯下多起暴力案件 更用枪刺中严重违害社会治安 警方成功瓦解 对于年底选举治安的平稳 有相当大的帮助 警方强调 为防止黑道暴力 介入今年年底的选举 达成选举零暴力目标 警察局也将持续 与检调等单位共同合作 以主动积极态度 强力打击犯罪 并且配合查会及反汇选宣导 净化屏东县干净 优质公正的选举环境 并且营造安居乐业的幸福屏东 评论新闻蔡立华卫德卫采访报道